古语云 天下功夫出少林 南派武林圣佛山 岭南古镇佛山 位于中国粤港澳大湾区的腹地 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 也是中国南派武术重要的发源地 中国南派武术 门派众多流传甚广 历史上著名的武术家 更是数不胜数 时光荏苒 如今的佛山 已经成为了名阳海内外的 世界武术之城 红拳 是中国南派武术当中 最具影响力的拳种之一 相传由少林弟子洪西关所创 传入广东 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红拳气势刚猛 劲道十足 实战性强 因而被广泛流传 素有红拳弟子变天下之美誉 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南派武术一代宗师 林世荣 林世红拳始祖 广东南拳始虎之一 人称佛山猪肉绒 虎贺先生 是佛山本土的一位爱国武术家 市居佛山南海区 平州林世为村 他师从多位南派武术名家 一生致力于整理 柔和各南派群种精髓于一身 师创 林世 红拳宗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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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ipo分 changer 林 nuequ 1986 林先生 你好 请问你是这个林氏鸢拳第几代传人 由于佛山来订 我是第三代传人 因为林世荣 是我叔公 也是爷爷 著名叫做朱玉荣 他本身来讲讲开武术馆 我爸爸三个月大 就送了给林世荣 因为林世荣没有子女 养到我爸爸16岁 就带了我爸爸到香港 开武术馆 直到我七岁之后 长大 我爸爸教我武功传授给我 林氏洪拳 我是第三代传人 林氏洪拳 既保留了传统南派洪拳 刚猛的特点 又加入了英柔寄机之法 使得传统南派洪拳 刚柔并济 更上一层楼 林氏柔宗师 毕生致力于发扬林氏洪拳 曾经在内地和香港 设立多家武馆 广授权术和医术 传扬中国武术行侠仗义 济世为怀之精神 林师傅你是从什么时间 开始学习这个林氏洪拳的 我七岁大跟着我爸爸就学习 林氏洪拳了 直至到今年就七十岁 我大约就二十岁 我就在香港自己开始 在广东道自己开始手头了 九九八年就去捷克教功夫了 在林氏荣宗师 以及嫡系传人林祖林振成父子 还有一众国内外再传弟子的共同努力之下 如今 林氏洪拳宗派分支 已经遍布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 习练者打百万之众 林师傅 你为什么要回到佛山这里 教授林氏洪拳 因为我爷爷就是林世荣 就是叔公 也叫朱玉荣 他是佛山平州人 所以我想不要失传 我们林氏洪拳的功夫 十三年前我回到佛山 就教授功夫了 发扬光大 中国南派武术 庚植佛山 闪耀世界 我们忠心的祝愿 林氏洪拳 星火庚蓄 养我无威 阳海天 为我最能量 去海天天地 为我理想去参 海天天地 海天地 jul elevat 公 grey 参致 对 戴南 首 Re 容我百点烟 遥失千分光 奏歌好汉子 烟血烟长烟 烟声红人光 奏歌好汉子 烟血烟长烟 一兴红人光